这期是AKM的测评和攻略 一分钟带你真正了解它 AKM在地图刷新 使用7.62毫米子弹 有弹发全自动两种模式 充使弹容量30发 装备扣容弹侠后增至40发 配件方面能安装描具枪口和弹侠 描具能安装六倍镜以下的瞄准镜 可以不装瞄准镜使用 手感也很好 也可装红点加快开镜速度和瞄准镜度 也可装六倍镜打远战应急使用 枪口能装消音消焰和补偿器 建议避装补偿器提高射击时的稳定性 弹侠能安装步枪快速扩容和快阔弹侠 建议安装快阔弹侠加快换弹和提升弹容量 接下来是具体属性 打身体是47点伤害 打头部是110点 打四肢是21点 打脚是12点 打完48子弹功耗时3.93秒 射速为10.18发 秒伤为478.46 100米距离衰减1点伤害 装了弹侠后打完子弹换弹为2秒 留有子弹换弹为1.6秒 子弹出速698米每秒 AKM的优点是弹发伤害高 秒伤高 换弹比较快 配件较少 缺点是后座力太大了 很难控制 并且子弹出速不快 直战时建议中近战使用 尽量瞄准身体打 有时后座力上跳会打到头 伤害很高 远战不建议使用 但实在没狙击枪也能勉强用 适合有一定压枪水平的玩家使用 感谢观看